在从南方回到家乡后 王某又想方设法买来毒品吸食 享受冰毒带来的快感的同时 王某察觉到自己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在家人的陪同下 王某极不情愿地走进了强制隔离戒毒所 在这里像王某一样受到毒品侵害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进宿以后呢 主要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说 分两位 一种就是眼睛特别贼 经常的到处去看 精神不记忡 另一种呢 就是呼呼一睡 打瞌睡 这两种人员非常明显的一种是 前期是毒瘾还没过 那种就是说 这里人过了 需要在这吸食的时候 那种翻毒瘾的感觉 因为吸毒而造成的重大治安 刑事案件有很多 这些涉案人员 往往都是吸食新型毒品 新型毒品 对神经伤害大 它最主要原因就是不可逆的 一旦伤害了 这个神经是不可恢复的 在人与人正常沟通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眼神一句话 但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种挑衅 容易造成这种极端的行为